为了验证隐形战斗机的性能 专门建一个能够制造极端气候的实验室 我可以理解 但是造车你也要建一个如此高端的实验室 真的有必要吗 不管有没有必要 总之吉利就是这么干了 在这个耗子百亿打扎而成的 雷神动力行动员实验中心里面 一共拥有31个实验室 其中就有全球为二的 用于模拟汽车可能会遇到的 各种极端气候条件的气象实验室了 外面零上20度 里面零下40度 24小时不间断的折磨里面的汽车 就像吴佩说的那句话 那就连黑盒都不用去了 是的 如此摧残都能挺得过来的车 只要是人能够到的地方 它就都能去了 所以见这样的实验室 它值 而且更值的是 雷神电魂 核武器级别的超紧凑三档变频电区 DHT Pro 也是在这个实验中心里面诞生的 为什么说它更值呢 因为从消费者的感受来看 它做到了鱼与熊掌兼得 既有强悍的动力性 也有高效的节油性 相比起其他混动系统 所使用的行星齿轮和单档变速器 雷神的三档电魂 可以说是把变速器的空间和性能 都压榨到了极限 空间上 它不仅将两个电机本身 做到了非常的轻薄 还套娃式的将三个档位 藏入整个P2电机的内部 于是将变速器的轴向距离 压缩到了惊人的35.4厘米 在现实世界当中 成功实现了一把 哆啦A梦的缩小隧道的效果 性能上 它用三档变频电驱 作为智能能量控制中枢 可以实现比单档 更加智能的发电 能量分配和变速蒸扭的功能 以及更加高效的 无损全速域并联动力输出 使溃电油耗更低 使续航里程更长 起步加速和高速加速更强 驾驶体验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比如起步时匹配一档大树笔 帮你体验弹射起步的领先快感 比如高速超车时 只需要深踩加速踏盘 就能够激活智能助力 从三档瞬间降到两档 PE电机也立马介入 释放更多的动力储备 拉开插具就是这么容易啊 还比如咱们去开盘山路 又是爬坡又是高海拔 但完全无需惧怕 雷神三档电魂 用它充沛的动力储存 和智能的变频调节 让动力随踩随油 让星星永远满格 以上这些单档 它能给你吗 所以在超过20种智能驾驶模式间 如斯般切换的感受 你真的不想亲身试一下吗 我是抗拒不了的 可见对技术的不断精进和积累 以及对用户需求的机制追求 才是吉利雷神三档 超级电魂诞生的基础 而基础扎得这么稳 也难怪能够打赢天下了